先用蒜頭爆香 之後加入洋地瓜 紅甜椒 切碎蝦仁拌炒 最後放進汆燙過的綠竹筍 特別是產發局長林崇傑 在專業主廚的指導下 一道清爽可口的筍炒蝦松 就製作完成 我們特別在夏天這個季節 維持將近兩個月的時間 我們安排一個系列活動 包含讓市民可以直接來享受 這樣的一個竹筍大餐 所以我們有兩個T次 將近1000人次的竹筍大餐 來開放 來受理 夏天是綠竹筍的盛產季節 採發局集合九區農會 舉辦台北綠竹筍劑系列活動 除了規劃一日農夫採筍體驗之外 還請來達人教大家如何挑選 及烹煮好吃的綠竹筍 先看它的外觀 色澤一定要很鮮豔 看起來如果有一點皺皺的 那個表示是不新鮮的 然後我們聞聞看它的香味 它有一個淡淡的竹筍香 如果泡過水泡很久了 它會有一個臭臭的味道 那就不要買它了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這個比例要很好 大概它的長度是5 比座是3 5比3 這個是黃金比例 無法親自體驗 彩筍樂趣的民眾 可以參加6月22號 在木柵舉辦的美食饗宴 多樣化的烹煮方式 讓你吃到綠竹筍的鮮嫩風味 或是6月9號起 每週六日到花博農民市集 採買最新鮮的綠竹筍 品嘗駕槓綠寶石的好滋味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郵詠廷採訪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